西伯利亚虎的行为一场,吸引了士兵们的注意力,在一个偏远的岛屿上,他不停地盘旋着,瑞丽的目光令人胆战心惊,直到他带领他们踏上了一段令整个军队单位震惊的旅程,深入森林的西伯利亚军事前哨站正遭受着狂风暴雪的袭击,士兵们也陷入了一种奇怪而可怕的局面。 一只巨大的西伯利亚虎开始频繁地访问他们的偏远营地,几天来不断地在军营周围徘徊,留下了一串巨大的爪印,洞穴,以及一种无法置信的存在感,使即使是最经验丰富的士兵们也感到背脊发凉。 他那锐利的黄色眼睛似乎能凝视到他们的灵魂深处,静静地坐在远处注视着他们,他目光坚定而令人不安,他们曾考虑射击这只虎,因为它可能构成威胁。 他们接受过消灭危险的训练,然而,他们意识到这只虎并没有伤害过他们,因此伤害一只无辜的动物似乎不道德,也违背了他们的职责。 尽管如此,这样一只强大捕食者的存在仍然让他们感到恐惧。 夜晚,营地被一种诡异的寂静所笼罩,似乎将所有声音都压低,给不断增长的紧张感增添了不祥的压力。 一名年轻的警卫士兵试图保持警觉,巡逻着舟界,尽管他无法不被深邃黑夜中闪烁的明亮星星所吸引。 他们的天体光芒在遥远营地四周浓厉的黑暗中几乎显得超自然的明亮。 当士兵划着火柴点燃他的香烟时,小火焰头下常常扭动的影子,在竖线上舞动,显得威胁十足。 在那一瞬间的火光中,他完全被恐惧所魅惑,他的目光与坐在机米之外的巨大虎的锐利目光相遇,他的金色被毛在微弱的光芒中仿佛冒着烟,他的形态展现出无可置疑的力量和优雅,令士兵被挤一阵阵寒一袭来,他整个身体僵硬,心脏怦然而动, 几乎要从胸腔里跳出来,那只虎的虎破碎眼睛毫不眨眼地凝视着他,那种强烈的目光仿佛能直穿他的灵魂,他不敢呼吸得太响,生怕最微小的挑衅性动作会激发这只强大捕食者根深蒂固的狩猎本能,让他猛烈地反击。 在那种极度恐惧的感觉中,人和野兽只是僵持着那种石化般颤抖的凝视,时间仿佛停滞了,只有士兵惊恐不安的喘息声打破了那种令人窒息的寂静。 他完全被吓呆了,被那只虎身上潜藏的野性力量所淹没,然后,那只虎优雅地站起来,最后一次难以捉摸地凝视,然后悄然退回到森林阴影中。 留下士兵们在寂静的夜晚中目瞪口呆,直到那时,年轻人的双腿才支撑不住,他跌倒在地,他像是第一次呼吸一样,吸入了一大口冰冷的空气,庆幸自己能够毫发无损地从自然无法驯服的凶猛中幸存下来。 那个夜晚,士兵们围着篝火,他们向其他人讲述了自己的惊骇遭遇,声音依然颤抖不止,我当时正在值班。 点了一支烟,他就在十英尺外盯着我,用那双锐利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我吓呆了,生怕稍微动一下就会引发他的攻击,他的身体看起来如此强大,仿佛随时准备突击,他停顿了一下,回忆仍然清晰,他的眼睛就像在用我作为猎物来评估我,我们僵持着,直到最后他转身消失在森林中,就像一只鬼魅般,我后颈地毛竖起来,所有的直觉都告诉我要逃离这个世界。 我从未感到如此脆弱,男人们陷入了不安的沉默中,完全意识到虎的危险,以及自身的极度脆弱,士兵们意识到,这只可怕的捕食者已经突破了他们的防线,悄无声息地从他们警惕的眼睛中溜过,如夜晚的幽灵一般,敬畏和恐惧的低语在他们中间蔓延开来,每个人都在处理这种严峻情况的严肃性, 想知道这是否只是风平浪静的前奏,是一场强大虎豹潜伏在他们营地内的潜在袭击的不祥预兆,第二天,士兵们在他们的营地附近发现了另外两个虎穴,一个在空地上,另一个在浴室附近, 这表明那只虎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他们,虎的巨大爪印在心血中交错,显露出他的不屑巡逻和坚定决心,甚至连营地的狗都显得不安,嗅着爪印上的虎的气味,仿佛察觉到这种情况的严重性,虎穴的发现只进一步加剧了士兵们的不安,他们知道,虎非常激烈地保护他们的领地,对认为是威胁的入侵者毫不犹豫地进行防御,一些更加迷信的士兵开始窃窃私语, 称那只虎是一个复仇的灵魂,被派来惩罚他们侵犯其神圣领域,尽管士兵们的恐惧与日俱增,他们仍决心在虎的存在面前坚守阵地,他们加倍轮换岗位,用临时的障碍物和触发线加固营地的防御,以警示他们虎的接近,紧张情绪高涨,士兵们准备迎接与这个强大捕食者的潜在对抗,军队内部逐渐出现微妙的分歧,一些人开始质疑他们的激进立场是否明智, 一个冰冷的夜晚,士兵们决定悄悄寻找虎的踪迹,一声枪响打破了寂静,一个年轻而缺乏经验的新兵,勿将树枝的沙沙声误以为是虎在靠近,毫不犹豫地开火,虎受到枪声惊吓,以强而优雅地跳跃,消失在森林中,营地陷入混乱,对立地派别争论应对虎的适当方式,指挥官们要求坚定立场,坚持他们的阵地, 而迟疑的士兵们则呼吁缓和局势,担心他们已经激怒了虎的愤怒,然而,士兵们很快意识到他们的错误,虎只是撤退到一个山顶有利位置,可以观察其领地内的每一个动向,虎在山顶停留了几个小时, 专注地观察部队的行动,如同一名永远警醒的哨兵,一些士兵开始窃窃私语,推测虎的真实意图,他是仅仅对其领地内的人类感到好奇,还是有更加邪恶的动机,侦查潜在的猎物,恐惧和着迷驱使下,士兵们努力理解这只神秘虎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营地中的紧张气氛变得越来越明显,士兵们对每一个声音都敏感起来,虎的存在不断威胁着他们的神经, 甚至一些人开始在梦中看到虎,在阴暗的森林中前行,或从黑暗中扑向他们,营地指挥官对虎的奇怪行为和部队日益增长的不安感到困惑,这只顶级捕食者的持续存在,甚至动摇了他最经验丰富的士兵,他知道必须在情况失控并且士气完全崩溃之前处理这种情况,于是召集他的军官开会,获取洞察,并邀请一名年迈的护林员,在议会权衡各种可能的理论时, 护林员终于用他那经历过风雨的声音打破了帐篷里的寂静,如果这只虎是在寻求我们的帮助呢,他的怪异行为带有明显的意图迹象,他提出的这个想法引起了一阵嗤之以鼻的反应,一名士兵回答道, 你认为这只野兽一直试图召唤我们,这太荒谬了,他只是一只动物,一个野生的捕食者,不会有其他更多的,护林员毫不退缩,他的眼睛反映出与自然交融一生的智慧,护林员讲述了他年轻时的一个故事, 他亲眼目睹一只老熊鹿在一场肆虐的山火中领导整个迷路群躲过灾难,那是我见过的最令人惊讶的事情之一, 帕维尔回忆道,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平静和静养的口吻,那场火势势不可挡,吞噬了一切, 但这只伟大的熊鹿以超自然的平静引导他的群体穿过了地狱般的烈焰,当他讲述这令人惊叹的场景时,他的眼神变得遥远,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顶着那场燃烧的火焰直行而过,这本不可能发生,他们本该在那些灼热的火焰中全部灭亡, 但是那只老熊鹿知道一些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他知道他们对我毫无恶意,正如这只虎知道我们能提供它什么一样, 他解释道,士兵们持怀疑态度地倾听着,但帕维尔的话语却带有一种不祥的重力, 他推测可能有可怕的偷猎者重返该地区的可能性,尽管最初他们持怀疑态度, 但士兵们被迫展开调查,组成一个小组去追踪这只难以捉摸的捕食者, 他们知道等待他们的危险,一旦虎意识到自己被追踪,可能会在转眼间从被追逐者变为追逐者, 其生存本能会进入超级驱动状态,在这无情的虎面前,任何失误都可能致命, 猎人和被猎者的角色在模糊中变得极不明确,他们必须极度谨慎, 他们顺着老虎的足迹伸入无情的荒野,穿越危险的地形,冒着猛烈的暴风雪, 威胁着要抹去他们唯一的路线,刺骨的寒风呼啸着,卷起一阵雪暴,几乎要把他们活埋, 寒冷的温度渗入他们的骨头,考验着他们的耐力极限,就在旅途似乎注定要失败之际, 当足迹几乎在暴风雪无情的袭击下消失时, 一丝希望出现了,老虎重新出现, 它的存在如同它曾经精心踏过的道路一样明显, 是以他们跟随,抵挡严酷元素的决心使得他们不屈不挠, 护林园颤抖的声音充满了惊叹,他说,这不是毫无意义的,他想要我们做点什么, 于是,他们坚定地继续前行,他们的决心被逐渐增强的目标感驱使着, 直到足迹将他们引领到一个废弃的隐居处, 当他们接近时,空气中回响着可变的巨木场的声音, 烟雾从破败的建筑物中升起,他们的心沉重地下沉, 当他们意识到他们已经偶然发现了无情盗猎者的领地, 他们在合法狩猎该地区野生动物的同时, 他们面前的地面上布满了新鲜的木材, 准备加工成木板并出售给出价最高者, 这些是盗猎者对自然脆弱平衡的渴望和漠视的证据, 然而,真正的震惊来自当他们发现两只被困在笼子里的老虎幼崽时, 他们拥在一起哭泣,呼唤母亲的帮助, 在那一刻,老虎的意图变得清晰, 他一直试图引导他们营救他的后代, 使其摆脱这些无情的盗猎者的魔掌, 护林园默默示意士兵们分散并包围盗猎者的营地, 他们以精准的动作形式, 武器准备就绪, 决心结束这场对自然无意义的暴力行为, 盗猎者被士兵突袭所吓到, 几乎没有抵抗, 很快就被解除武装和制服, 他们的抗议被无视, 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临时屠宰场, 显露出被解体的鹿角和象牙等待加工的景象, 恶臭弥漫在空气中, 一名年轻的士兵在血腥的场面中剧烈作呕, 而经验丰富的老兵们则冷酷地目睹着, 在这场可怕的场面中, 护林园发现了一只受了可怕伤害的西伯利亚老虎, 被捕加残忍的伤害并慢慢地被遗弃, 他那双深情的虎破碎眼睛恳求着怜悯, 在那庄严的时刻, 护林园做出了艰难的决定, 用枪声迅速结束了这只高贵野兽难以想象的痛苦, 枪声淹没了一切喧嚣, 士兵们悲伤地聚集在老虎的遗体周围, 意识到这本可以是那只被救出来的幼崽的命运, 如果不是老虎引领他们到这里, 他们也许会有同样的结局, 这令人恶心地发现加强了他们解散这个盗猎行动, 将盗猎者绳之以法的决心, 在清剿盗猎者营地的混乱中, 一名士兵不小心踢开了关押着恐惧的老虎幼崽的笼子, 接着, 老虎仿佛按照既定的时间出现在阴影中, 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 震动了树木, 它像一股不可阻挡的自然力量冲破入口, 巨大的老虎摇摆着头颅, 不受束缚地越过障碍物, 伸展出全长9英寸的力爪, 咬牙切齿地准备向任何挡路的人释放灾难性的暴力, 士兵们举起武器, 心砰砰跳动, 但老虎全然不理会他们, 发出低吼声, 静止冲向幼崽笼子, 专注于里面的小宝宝们, 用挤大步跨过, 它立即开始蹭蹭和舔尸幼崽, 疯狂地安抚他们的安全感, 发出一连串的母性喘息和咕弄声, 一旦确信它的幼崽们安全了, 这只巨大的老虎将它的注视转向目瞪口呆的士兵们, 它的眼睛瞪大, 专心地评估每个人的价值, 在信任了这些陌生的人类之后, 一片诡异的寂静降临, 紧张感如此强烈, 几乎可以用它闪闪发光的力爪切开, 没有一个士兵感动它, 被它愤怒的威胁所冻结, 然后, 这只强大的猫科动物用一种震惊人心的温柔姿态, 接近士兵们, 与它的凶猛相抵触, 它用几乎是道歉的推挤和尾巴的清晖表达了对团队的感激之情, 当老虎对它的幼崽们满意时, 它朝着森林转身而去, 一撇之后, 它毫不费力地把它们抱起, 消失在郁郁葱葱的影子中, 仿佛整个超现实的场面都是一场发热的幻觉, 留下的只是它的巨大的爪印, 坚定地引领着它离开那个地狱般的地方, 回归到它这位华丽而英勇的生物真正属于的祝福自由之中, 这次非凡的邂逅揭示了一只坚毅老虎母亲的深刻智慧, 看完以上这个故事, 你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并分享我们的频道, 以上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 下个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